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记忆里 只有这里才是你的脚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又把它买回来了吧 虽然是花了点工夫 不过没关系 只要想办到的事就一定可以办到 而且我不能看着你和子晶在外面租房不住吧 你是为了我才把房子卖到的 这是我应该做的 谢谢你 英杰哥 还是大房子好啊 那当然喽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买起大房子呀 那是要看你努力了 我能不能坐得上就靠你了 行了吧 现在房价涨得都到天花板了 除了房子让我干什么都行 你没告诉牵牛吗 你没告诉牵牛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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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啊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牵牛她 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吗 虽然我们是室友 但是这两天我真没见到她 可能她真的挺忙的 走吧 你们最近没联系吗 没有 你们在楼下忙吧 我上去看 英杰哥 英杰哥 我曾经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以为你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回来了 是啊 今天很忙吧 累死我了 帮小夏搬家 就我一个男人 你也知道那几个都是大小姐 那么重了东西 能不累吗 我能想象 还想问什么问吧 没什么好问的 英杰哥也康复了 是啊 小夏房子也买回来了 对啊 一切就跟以前一样啊 看书呢 妈 你这让萍姐来送就可以了 没事 谢谢妈 来 妈快坐 就喜欢和儿子这样在家里啊 安安静静地待着 说说话呀 聊聊天什么的 妈 好 前景很不错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呢 嗯 那我先出去了 哎 等一下 这个送给你 这个送给你 这我不能收 太贵重了 这是我的心意 而且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你就收下吧 马总 我说过 我做这些事 只是想弥补自己的过失 好了 你又再自责了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 这一切 根本就不关你的事了 这么多年 你为公司付出这么多 这也是你应得的 而且我给我行政经理配辆车 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吧 好 小薰姐 好了 一直在发呆 发生什么事啊 没有 我在 我在想啊 未来公司的一些游戏题材 那想到什么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小薰姐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好啊 你是不是喜欢 英杰哥 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因为从我的观察 我觉得 你对他的关心 已经超越朋友上次的关系了 所以从你的眼神里面我看出来 你真的很喜欢英杰哥 如果我告诉你 我一直喜欢他 心里一直有他 又能怎么样 这被我猜中啊 那英杰哥知道吗 知道又怎样 不知道又怎样 我们都知道 他心里只有小夏 你怎么办 况且 我现在所有的心资都在事业上 齐婷 我已经递了申请表 准备去法国留学 如果顺利的话 应该很快就动身了 去法国 你不打算做些什么吗 我不怕你笑话我 其实我也曾试着 让英杰哥知道我的心思 我希望能和小夏公平竞争 可是结果让我明白了 他心里对小夏的爱 是那么地坚定 所以我明白了 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让心爱的人幸福 也是一种幸福啊 这一点我早就明白了 也早就那么做了 千妞啊 千妞啊 每个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放手未必是个最好的选择 而是一种自私 甚至是种疼病 加油 你会儿一样的 你会儿一样 我还不在乎 你会儿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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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肯定 你会儿肯定 你会儿肯定 他没告诉你吗 他什么时候去苏州的 是这样 我有个朋友 让我去苏州办点茶叶 他知道之后我就去了 那他在哪里啊 等会儿 看着 进去 你去哪里啊 怎么了 你去哪里啊 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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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有没有热开水啊 还没烧开呢 等一会儿吧 服务员 服务员 怎么房间空调不热了 空调坏了 正休着呢 你别要求太高 这是镇上最好的招待所了 老板 你好 你好 请坐 请坐 想 想吃点什么呢 有没有菜单的 不好意思 我们在农家小院没有菜单的 没有关系 给我一碗馄饨面就可以了 好 来 请稍等啊 谢谢 看一眼可爱 玩一把手很快 合着走的时间才不到 喂 喂 喂 你还在上班吗 对啊 到现在还在加班啊 那你可真是辛苦哎 不过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吃饭 不是在加班啊 我看是你肚子饿吧 你先去吃东西啊 我不说了 我还要加班呢 加班 好好好 加班就到这里来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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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千牛 你为什么要骗我 爸 我打电话打了一天你都不见 你想死吗你 爸 你不然我有多担心哪 不知道 你其实是跑到月球上去 我还是会把你抓回来的 你骗我 你有耳朵干嘛呀 听到很痛 你别 你别 混沌 混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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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东西啊 老板都在 大庭广众 不要打来打去 我打你怎么了 我打你怎么了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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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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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不要打了 你骗我骗我 小心了 你骗我小心 你骗我 还好 金千妞 你是不是要躲着我 你不要难过了 有什么不能当面说清楚的 你非要这样躲着我 我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 比较好 你说什么 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也把你当作我最亲近的人 我不想你看到你受伤害 受委屈 我想用尽全力地保护你 但是你知道吗 我必须常常提醒我自己 你是殷杰哥的女朋友 你是殷杰哥最深爱的女人 这就是你跑到这里来 误出了大道理啊 你为什么老是把我跟马殷杰联系在一起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他是我哥哥 我们没有爱情的 可是殷杰哥最爱的就是你啊 我们的嘴上说支持他 就跟你在一起 我这样不是背叛哦 你这个竹子好 你不是说你很爱我吗 你不是要收复我一辈子吗 你骗我 我今天真正地告诉你 我爱你 很爱很爱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你就是在伤害我 我也很爱你 我也想一直守护你 但是我不能跟 我哥 想同一个女人啊 谁忍不止是 贴心一臣的 我真的 我不能合成 我心裡 我心裡 还在忙 快完哨了 怎么样 有空吗 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 我这觉得我出院以后 大家都在忙 没时间一起来聊天 那你等我一下下 对了 你最近看到缺牛了吗 他请家去苏州了 明天就回来 你找他有事吗 没有 我实在想 还是应该找一个机会 把他的身世告诉他 你想好了 你不是怕这件事情告诉他 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吗 所以我一直在犹豫 可是毕竟 他有权利知道 他自己身世的真相 好啦 别想了 我陪你去吃饭吧 走吧 你想吃什么 日本料理 你最爱的那家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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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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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小姐 欢迎你 妞妞 我刚才说你你就来了 不好意思 我示范一下 好 好 好好好 好 拍照 拍照 你又来 我找你了 来来来来来 我找你了 干吗 怎么又来呢 好 关于被英杰哥看到怎么办 你不是说好了吗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被英杰哥看见又怎样呢 好好好 你 你说没错 那你知道我什么事 我确实找你是有事 经过昨天一晚的深思熟虑 我从你的角度出发 我发现你这个人说的话 还是很有道理的 非常的符合人情 我表示理解 真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我真的是很舍不得 舍不得让你离开我 所以你意思是 虽然你这个人笨 没什么优点 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而且敬给我添麻烦 好 够了 但是 但是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我发现你 有一颗极其善良 世间难寻的心 嗯 我知道 所以我 我想再给你提最后一个要求 希望你可以答应我 如果你答应我的话 我跟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骚扰你了 就像你那天说的 以后我们做好朋友 铁哥们儿 好 好 你先讲是什么样的要求 你先答应我 我才能说得出什么要求啊 童小姐 童老大 童老板 你不讲我怎么能够答应你呢 喂 你看 你干嘛 怎么了 你以为我会提什么不合理的要求吗 你想死啊你 你看你那样子圆形毕露 你 我是不怕任何皮肉之苦 我害怕你又 伤害我幼小的心灵 你放心啦 我怎么会伤害你呢 不管是你的肉体 还是你的心灵 我都会好好保护它 不会伤害你的 好 我答应你 你说吧 是什么要求 我让你再做我一个星期的助理 又做助理 怎么了 你想反悔啊 你没有这个机会的我跟你讲 不是 我这一个星期 我都要上班了 白天上班 晚上又不上班 到我那里去兼职 晚上去那边兼职 那我要做什么 你以前做助理 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那么多问题啊 你放心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 不会费理你的 你 千娘 你跟童谣下什么关系啊 对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我之前是他的助理 助理机器人 他人可好了 一点签名 我们都喜欢他 真的 我告诉你 有机会帮我们要个签名 谁羡慕你啊 真的真的 你说怎么这么好 这 你要的真的好 来给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先忙 那我们先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我们先走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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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素单配 食菜一汤 不错 谁啊 行啊 你告诉我吧 你叫我来到底要做些什么事 把柱子上的剩饭剩菜吃干净 再把碗筷洗干净 剩饭剩菜 就这样 吃点菜 这么简单 这些全部都你做的啊 不然谁做的啊 你别忘了做饭也是你的工作项目之一 是 是 我困了 回去睡觉了 把它吃光啊 不准浪费 什么情况啊 各位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住院这段期间 对公司还有对我个人的支持和帮助 大家真的是辛苦了 谢谢 说太好了 说太好了 我从住院到我回公司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召开会议 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了解一下公司的各种事情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每一个人的坚持和选择 都没有错 大家都是在为公司着想 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大家都能够忘掉过去 不要和过去的事情计较 把力量团结在一起 为了共同的时代集团 一起向前冲 好 好 谢谢 说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几个人 首先 今天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好兄弟金切牛 如果没有他带领我们的技术团队 克服重重难关的话 我不相信会有今天的成果 谢谢 谢谢大家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谢谢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要向大家正式宣布 我要任命金切牛 为我们网游项目部技术研发总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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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 接下来呢我会继续努力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老公接电话 所以呢 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快接电话 是 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快接电话 不是我 谁呢 老公接电话 是 老公老公快服电话 不是我的 昨天不是这个铃声 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快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快接电话 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快接电话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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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 你用 这个放太多辣椒了 这个也太油腻 这个也太清淡了 下次会改进 那米饭还不错 那个 那个 电话铃声的是 我忘了跟你讲 我今天开会呢 公司同事都说我表现得很好 那恭喜你啊 这个时候 你打电话找我 电话响了 铃声很特别 我也很喜欢 喜欢就好 大家都笑了 但是你知道开会那种地方 难免都会有点尴尬 小璇姐在 英杰哥也在 我是怕如果 如果你忘了助理守则第三条 不准多嘴 我随时都可以终止我们之间的协议啊 是 对 这是你明天上班要穿的衣服 不用了 我有衣服穿 这个你不用送我礼物了 这不是礼物 是命令 记得明天一定要穿 是 那电话铃声的事情 喂 小璇 中午愉快吃饭吧 中午约了人呢 不好意思啊 好吧 那我自己去餐厅好了 拜拜 小璇 不去吃饭吗 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东西 好啊 你帮我带个蔬菜沙拉吧 好 没问题 谢谢 好 没问题 要这么好 小子 冰姐哥 你来吃饭啊 今天穿那么花笑干嘛 什么日子啊 这是不是很难看啊 我就觉得很难看 我已经一整天被同事笑了 我明天一定换 我是说你啊 穿简简单单的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搞那么花笑干嘛 哎呀 我就 我真的觉得我穿这些衣服 特别地难过 特别地别扭 总之 一言难尽 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换了 一言难尽 我看你这段时间有很多一言难尽的 是吗 昨天的手机铃声是怎么回事的 你不会是最近交女朋友了吧 没有啊 怎么可能 没有 没有 你跟我还保密啊 我真的没有 逸杰哥 没有女朋友 句点 怎么可能会有 奇怪啊 你也是时候交女朋友了 不如这样吧 我有空帮你看一看 有何事要帮你介绍 逸杰哥 听我说 我觉得我现在最重要就是 以事业为重 工作为重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为 公司的一些新游戏的开发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么说你爸妈该怪我了 他没有打给你啊 你放心啊 逸杰哥 他们就是在瞎操心 你不用担心 你看看我 一表人才 怎么可能找不到女朋友 老公接电话 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快接电话 不好意思 老公接电话 老公老公接电话 喂 干什么 我在你公司 你在哪里啊 我不说了 我要挂啊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千牛 殷杰哥 小夏 殷杰哥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特意给你包了鱼汤啊 小夏真是 真是用心 他特地包汤给我们两个喝 千牛 尝尝看 来 殷杰哥 多喝一点啊 这小夏的爱情 你就多喝一点 那殷杰哥 我不知道你也在 所以 不过还好 还够你们两个喝的 那你就抱着这个喝吧 对对对 我 我不喝了 你喝了 你是不是怕烫啊 没关系 来 我喂你 我喝 我自己拿 我自己拿 小心啊 很烫的 那好好好 小心啊 好喝吗 啊 殷杰哥 你真幸福啊 我 我饱了 嗯 那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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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什么啊 好 你说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是有协议的 你送衣服给我穿 然后自己搞得 跟情侣妆一样 你还送汤给我喝 就在殷杰哥面前 殷杰哥一定会误会的嘛 误会怎么啦 误会怎么啦 我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吗 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了吗 只不过再以自己的方式 对你不可以啊 再说了 以前不是也对你很好吗 有吗 你以前会买衣服给我穿 你以前会煮汤给我喝 你以前会换我手机听声 傻瓜 好了啊 以后对你好一点吧 不得要你上班了 可得上去吧 不过记得哦 下班以后 准时上岗 在忙啊 对 下午还有两个会 所以文件都还没整理好 中午本来约了人吃饭了 但对方有事 我也是要找你聊 坐 怎么了 千牛和小夏 她们是怎么回事 她们是在交往吗 交往 是千牛跟你说的 还是小夏跟你说的 没有 感觉吧 今天小夏特意送汤来给千牛 还有千牛用的那个手机零声 不就是小夏的声音 你别想太多了马走 你也知道啊 千牛跟小夏的关系很好 而且两人又很投缘 况且你也知道小夏的脾气 她有时候 会开些过火的玩笑不是吗 你想太多了 其实在我昏迷的时候 我以为我能明白很多事情 感情本能就不能随便强求吗 而且小夏一跟我说了 她只把我当哥哥 所以她喜欢谁 和谁谈朋友 都是她的自由 可是今天 她这么亲密地端着汤给千牛喝 我看见了还是会很难受 马总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小夏真的跟千牛在一起了 你会怎么样 我知道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可我觉得很实际啊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更何况于爱情 既然小夏跟你说过 她一直把你当哥哥看待 你又何必再固执呢 人的一生中 相遇相爱的人很多 可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一刻 才是最深的爱情 小夏的脾气我很了解 她是那种敢爱敢恨 对爱情绝对真实 不会有半点输假的 她有跟我说过 她一直把你当哥哥 当亲人看待 但她也很后悔 当初会让你产生错觉 不管小夏 是不是和千牛在一起 你都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 那就是小夏对你的感情 不是爱情 你说的没错 我不能再仔细其人下去了 我必须坦然去面对这一切 哪总 其实你可以放轻松点啊 何不选择放手 去成全别人呢 所以你当初选择汪洋 是为了成全我和小夏 对不起 你当初选择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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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子晶 小夏 亲牛回来了没有 没有啊 那你跟她说了 你们要一起吃晚饭了吗 我跟她说了 可是刚才 打电话她也不接 也等不到她的回电 你要记住 一定要耐心 不要发脾气 养温 柔一点 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只是 只是现在这么刻意地搞这一切 就为了相识九个月 会不会太可以了 没关系的啦 只是制造一下气氛 浪漫的主观晚餐 再加上醉人的笑容 两杯红酒下肚啊 再酱的牛也要低头啦 这就叫做甜蜜公事 喂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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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再听你说 哦 我不过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要再准备一下 拜拜 什么啊 这一个小气氛 啊 い닥 什么啊 我坐下